Facebook跟明米塔进居元宇宙后 耐克 微软 英伟达股价却创新高 11月5日晚间 美股开盘 微软涨0.5% 报338.79美元美股 总是值2.53万亿美元继续刷新高 另一边 耐克开盘涨近1% 报177美元美股 总是值达2800亿美元 有意思的是 上述三家公司在宣布进居元宇宙后 股价纷纷走涨创出新高 北京时间10月29日早间 Facebook正式宣布战略转型 更名为米塔 公司股票代码将从12月1日起变更为MBRS 随后 在微软一代太高会上 微软CEO那德拉表示 微软打算通过一系列整合虚拟环境的新应用程序 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结合在一起 未来 Zbox游戏平台也将加入到元宇宙中 旅肉鞋场耐克周三提 交给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记录显示 耐克已提交相关申请 要求在其娱乐服务 零售店 以及在线和网络虚拟世界中 使用的虚拟商品中使用耐克的同名标志 logo和Just Do It广告语 更早 在2021年4月 英伟达GTC大会上 英伟达CEO黄仁勋 穿着标志性的皮加克 在自家的厨房里做了主题演讲 直到8月计算机图形决顶会 SGRAF202以上 英伟达才通过一部纪录片 自曝那场发布会内藏玄机 一场假发布会被揭秘 而引发了业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场发布会让外界看到元宇宙的未来